海气百重楼 言松千丈盖 这句大气磅礴的诗 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明君李世民所作 他随父亲李渊征战沙场多年 从一个青葱少年变成驰骋沙场的大将 为父亲建立江山打下基础 本以为自己劳苦功高会受父亲的重视 但是父亲却另立别人为太子 无奈之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乱 杀了自己的兄长李建成 也除掉了李渊吉 就连他们的子嗣也没有留下活口 成功继承大统 接了父亲李渊的班 然而突然在52岁去世 连史书都不愿记录原因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七七 说到李世民继承了李渊的皇位 面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唐江山 李世民决定做个好皇帝 起码要对得起他为争夺皇位付出的代价 李世民在任期间历经图治 重视人才 大兴教育 兴修水利 减轻姚役 将大唐治理的紧紧有条 史称贞观之志 李世民的一生可圈可点 但是他只活了52岁就去世了 据说他的死因十分离奇 作为皇帝 李世民的生活肯定差不了 万民供奉的生活虽不是真的锦衣玉食 但绝对是养尊处优 吃得好穿得好 夏天热不着 冬天冻不着 这样优越的生活 寿命自然短不了 那为什么李世民仅仅52岁就死了呢 在史册中 李世民的死被记录得很简单 因病去世 到底因为合并却没有明确的说明 有些人说是李世民其实是被毒死的 因为玄武门之变 他杀了自己的兄弟 虽然把他们的子嗣都杀了 但是他们的亲信还活着 一直对李世民耿耿于怀 趁着他逐渐年迈 对他下毒了 那下毒也不至于等那么多年 而且宫廷中有专门保护皇帝安全的部门 就连吃饭也有专人试菜 想要毒死皇帝并不是那么简单 再说 如果真的是毒死的 历史资料中不可能不记载 因为皇帝被毒死肯定也是大事件 后来有网友查阅史料发现 李世民很可能死于丹药中毒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世民曾收到过周边小国贡献的丹药 年轻的时候他觉得这些都是骗人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他迫切的想活很久 在古代想长寿的办法可不多 丹药可能是易寿延年最有效的办法了 贞观22年 李世民见到了天竺国方氏纳罗逊娑婆妹 他觉得方氏说丹药能让人长生不老的说法 跟自己的想法很相符 于是就开始服用天竺国方氏为他炼制的丹药 前前后后吃了一年丹药 李世民的身体垮了 后来他在钟南山行宫中驾崩了 在历史资料旧堂书中曾记载 唐太宗服胡僧长生药 随致暴急不救 这里国家都能紧紧有条的皇帝 为什么会相信丹药能长寿呢 除了想要活得更久 还有什么特殊原因呢 其实真的有 年轻的时候李世民血气方刚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连兄弟手足之情都不顾 残杀手足的事 百姓们可能淡忘 但是作为事件当事人 他绝对忘不了 年老体脉时尤为注重亲情 想起自己的行为 李世民也许觉得很内疚 只能通过丹药麻痹自己 当然了也有人说李世民看到大唐的繁华 想尽办法的延长寿命 就是为了多看看这盛世的繁华 在他在位的23年里 他将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唐 推动到一个繁华昌盛的阶段 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而李世民因此功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明君 对于李世民的死 史书中没有过多的文字 也许对于李世民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生死 而是他给百姓们带来的幸福和安定 毕竟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个人的生死真的不足为奇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雪原同历史课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私信我 每时每刻为您解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